因为狗咬伤人的事件频传 农委会从3月1号开始 将比特犬列为禁止饲养 或是输入动物之一 并且禁止繁殖比特犬 围者逝者最高可以处罚25万元 繁殖业者最高可以罚到300万元 花林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表示 目前花林县登记被查的比特犬 有332只 也呼吁市主务必要遵守相关的法规 3月起不少新智上路 包含因咬伤人狗事件频传的比特犬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也在3月起有了新的规定 这类比特犬为禁止饲养或输入的动物 花林县动植物防疫所所长周黄德荣说明 在3月1日前已饲养比特犬的市主 应尽数至防疫所进行宠物登记 在3月1日后民众所饲养比特犬不得繁殖 包含繁殖业者以及带养代替领养都有了新的规定 自111年的3月1日起 比特犬还有它像美国的比特动牛犬这些的品种 大概就被公告禁止不得输入 跟规定要办理做晶片的一个纳入管理 从大概到明年的2月28日之前 那希望有这些饲养比特犬的市主 能够尽快的来做一些的登记 现在除非在111年3月1日以前 是已经有登记比特犬的繁殖业者 才能够进行繁殖 那繁殖也只是仅限于在这一个种犬 那这个统犬繁殖下来的下一代 已经禁止不得繁殖了 那也规定在7年之内只能繁殖7胎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推估在6、7年之后 比特犬应该数量上会 整个的数量上会急剧的一个往下降 那不得再做一些的输入 也不希望比特犬能够终身的在动物收容所度过 那所以现在农委会也推动一个以带养的方式 那带养的方式前提之下是必须你要有登记 有养过比特犬的这些的民众 那由这些来做带养 那带养回去之后也不是所有群 也不是归属这民众 其实还是归属在公立动物收容所 那在这边其实也呼吁民众 应该善尽四组的管理责任 既然养了动物 也希望能够爱护它 保护它 把它养到终老 而不要是去随意的弃养 当房所也呼吁四组 比特犬也列为攻击性犬只 出入公共场所 应由成年人牵行 长度不超过1.5公尺的神链牵引 佩戴嘴套 围者可依动物保护法第29条规定 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还 民众对于比特犬登记 繁殖或疫苗注射等 有任何疑问 可殿下华林县动植物防疫所 了解更多 记得长帮眼华林师报导